而蘋果本身是長線的股份 除了剛才說過年輕人必須的消費品因素 其實都不能夠忽視蘋果在軟件市場的生態 其實相當重要 現在它的服務或者軟件收入方面 佔它整個公司的佔比越來越高 即是下路程式或者用它的平台去做軟件服務 其實這個可能是更加長遠和穩固的股票的未來 請不打開 在ματικ控制上方的改變 需要更加長的困難 盡力使用的平台去做軟件